今天我们来参加多伦多组织的房车改造见面会 我们做了一个带可太阳能板 风晒 环极栅都装好了 我爸装了一个天庄 你是几片太阳能呢 这个是4片 小片的 对 他是170的 所以他做了一个核上的核子 他这次拿过来就跟你们呀 里面全是空的呀 什么都没有窗户 什么都要做的呀 这个里面都是垫 这里面都是垫 都是那个 哦 都都在这 嗯 你肯定是那个 开车的时候风通过 然后风会从大边 噓 哇 他说你这个是家放在 这个冰箱可以放半个月的食物都不止 你看这是最大的冰箱 难怪跑出去 一跑出去就是几个月 对对对对吧 基本上你十天才去补鸡一下的东西吧 不止 不止的肯定 不是也就得这样差不多吧 难道理不止 他这个冰箱应该有160多不止吧 那水呢抬 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因为他的整个是七十公分乘五十公分 是三十五的深 二十公分 就是两个的两个就是一共七十深嘛 能就暂时站到这里的嘛 这样能站到顶我也可以暂时 像我老婆只有一米六的话完全可以很舒服了 我 放一个箱子 就是说我也 我可以这样箱子放在上面我还可以开门 我就考虑到这个发电机的嘛 对啊 我很多人都都背了一个发电机 对我就背发电机 所以我电池就不用很多 我背两个两百二十就够了 慢慢的这样去熬了 这木头 这个 整片木板做这个 这个可以 整片木板就不需要说去订做那个白板的那些啊 其实还更方便 它可以抽出来了 对对 这款是我们群组改造后的作品 现在准备出售 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留言 感谢我们的群组为我们组织了这一次 车船房车改造见面会 虽然我们不曾相识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把我们相聚在一起 大家互相交流经验 分享自己的生活 经过这次的相聚 加深了皮脂之间的认识 如果你对船车房车改造同样有爱好的朋友们 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 请不吝点赞